还有选人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选民要应该关注什么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晚来胡说 我是Mr.Fuzz 狐狸先生 台湾目前需要关注的议题 非常的多 今天要带大家了解 老人照护与 通议政策 现金台面上的两组候选人 都提出了 长照的相关证件 老人照护一半由 长照保险支付 一半由 国民年金支付 长照3.0 机构式照顾的政策 从原先 建立优质评价 普及的长照体系的 长照2.0 跨越到政令评价的 激动式照顾体系的长照3.0 嗯 那到底现在的长照2.0 还能怎么提升呢 老外社会小子女化高龄化 营造成现在目前就是 生育率低 高龄化社会的老人照顾 又变得非常的重要 而这个速度提供了 北欧国家普及照顾政策的案例 除了托育长照 并且深入对女性就业等 三合一政策去提出解决方案哦 其中一篇特别介绍了瑞典 公共老人长期照顾的服务 做者于2010年10月参访瑞典所见 在瑞典呢 他们不称 养护机构而称为特殊住宅 目的是要改革以往 并防止的空间与照顾的思维 强调个别性 家的感觉 生活的延续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居家照顾的申请程序 会有评估源来判定提供服务与否 当然这些照顾需求到底是 以谁的意见为主呢 提供员最后还是会专注在 老人本身的想法而非家人哦 充分地表现出对于个人的尊重 另外也可以看到瑞典对于 照顾员的薪资 以及他人力配置的重视哦 对瑞典被称为老人天堂 他们晚上的照顾机制在这本书内 有非常详实的记录哦 目前台湾的长照2.0 也有照顾人员的不足 服务的涵盖率不足的问题 或许都可以作为参考 为什么台湾的女性不愿意结婚 也不愿生育呢 苏东东东有整理了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1.有没有稳定的工作及收入 2.是否落实性别工作平权 提供已婚女性可兼顾家务之工作环境 台湾的社会与家庭需要评价 可净托育和长照服务 而政府就必须要负起责任 以公民共办加民主审议的模式 有政府益助经费 有主管机关及民主审议会联手执行 建立社区大家庭的整体照顾 本次的说出企划就到这 对于长照托育的议题 政府还可以做什么呢 科技发展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 这些书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值得称职的现任公民一睹喔 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处与我们讨论喔 今晚来胡说我们下次见